现在很多花有的兰花花芥都已经在拔高了 但是有花也反映自己的兰花花苞这个时候生长缓慢 一直不见怎么生长 那怎么办呢 怎样才让花芥能够快速的拔高呢 其实影响花芥拔高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温度 想要让花芥拔高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给它增加养护环境的温度 但是呢 增加温度的时候有两个要点一定要注意 首先第一个养护环境的温度不能够高于 25度这是很关键的 高于25度是不利于花芽花芥的生长 那么其次第二点呢就是你这个温度提高了 不能够急速提高要缓慢提高 比如说你原本温度是在7度 那么你不能够一下子提到20度 甚至是25度左右 要循序渐进的增加 让这个植株能够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环境才行 那么你把温度调节好了 在花芥拔高的这个期间呢 我们如果花芥长势比较弱 长得比较瘦弱 你可以给它喷点零甲肥 也就是零双清甲稀释1000倍 给它页面喷湿 喷个一两次左右 有利于花芽花苞的生长发育 也可以让它后期的开花质量得到有效的提高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